余正正的大家心驚驚 一般住在五楼以上的民众逃到一半 都会忘记自己逃到几楼 原因叫出载 逃身体根本没有 楼层表示 在楼顶的人 要去看 逃身用的楼梯 有什么几楼没有 最没有在里面 可以跟外面的人说他在楼 没有特别标识 我们是老公寓 会当然会标识 大家会比较清楚 或者是亲戚在几楼 我可能要去找他们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会担心 当然会 现在才发现 你住楼上 其实逃下来快来不及 你住几楼 13 有走楼梯 可是我不记得 有没有你说的 每一层的都有 从雄问就说 你们家的楼梯 有什么几楼 大家才知道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因为现在的建筑技术 整个也没想 担任的所在也很看 就算有想 在当时 可能也会停电 整个暗瘦瘦 虽然有救命中 但是没有办法跟我们说 你在哪 救难的时候 确实在逃身动线 应该要更有明确的一个指引 我们会建议说 在公有建筑的部分 应该来率先来实施这个部分 因为公有建筑 或者是人员聚集 比较多的地方 大家都对那个区域不熟悉 万一发生灾难的时候 大家会进方 针对就记者的问题 国投诉第一时间随去讨论 因为确实有必要来 下公那些是几楼 也虽然会发布行政令令 要求新規的建筑物 流推就要下公这些是几楼 也要入力公共安全监察处理 另外已经去好的处 会愿意修改港安改善办法 还请地方政府以法公告 如果照明设备已经有定乎了 会请开发公会和建局所注意 安全很重要 发明也要带得到时代 明镜新闻台湾报道